有何进展 有 案情更复杂了 凶手犯案的时间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 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受害者 我抓了一个人 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你抓他做什么 我们在例行巡查的时候 发现一具正运往城外的女士 尸体被开膛破肚 与案发的尸体高度相差 顺着运尸人的线索 我们找到了他 赶到他医馆的时候 发现他正在剖开另外一具女士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他就是个医痴 总是做些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但是我了解他的人品 他绝对不可能是连环女士案的凶手 在法面前 不讲人品与信任 只讲证据 现在人争物争皆全 况且 时间节点也对得上案发事件 他便是最大的凶险 什么时间节点 他也不认识他 他是七年前来到京城的 这桩连环案便是七年前 这个时间节点有问题 具体的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能不能先把人给放了 不能 我的朋友我理解 我心里有数 我相信他不是凶手 就像我当初相信 你不会犯法一样 所以才不顾千里 到江西去救你 你不是因为怕我出事 你没地方住 才来救我的吗 你这么说话 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我是相信你的清白 才去救你的好吗 行了 三方行 团二位 两位 好歹也是朝廷民官 当着我一份人面儿吵架 不好意思吗 要脸吗 出去出去 有你好吗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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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